哈喽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的4月28号 今天礼拜四,哎呀我的天哪 怎么把我弄到这个路口来了 这个路口没有红绿灯啊,好麻烦啊 我只能等两边的车了 现在温度呢,手机上是9度 9度,体感温度6度 车里面是11度 有大风啊,风还不小 然后现在是刚接完了两单 这个位子不错 然后这个油站是3块9毛9 3块9毛9 哎呀,3块9毛9 然后我们现在要去送第二单 刚刚是接了第一单,我忘了开机了 然后送第二单 然后我最近想起来个事,我车还要年检 这两天快到时间了 我想去哪,找个地方去年检 头疼死 年检好像就是几十块钱吧 几十块钱 换机油现在贵了 换机油现在6,70好像是 加起来得差不多有一个150 左右 哎呀我的天,150啊 哎呀,这个反正就是自动有了车吧 反正就是钱就一直没落下 哎呀,我就羡慕这家开大卡车的 哎呀,一个月一万块钱 哎呀,我都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开的 然后这个应该也是在这个小区里头啊 我估计的没有错,就在这个小区里头 哎呀,这个我看一下名字没有拿错吧 没拿 嗯,OK 这是在这个小区里 就是这个小区,这个小区我去了很多次了啊 很多次 这个小区 它是有 24个,26个字母 8块4毛9,7.2万 它这有26个字母 移动建筑,26个字母 然后呢就是上下两层 上下两层 然后左边呢就是A到多少 A到,就是有13间 右边有13间 还是十几间,反正就是 就是大概是什么路数 然后就倒外,那还难了怎么着 就是这个小区啊,这个apartment 叫Egorock Apartment 就两层的也就是apartment 那个高层的也就是apartment 看下啊,看下这个 停在哪啊 哎呦,这个 不知道这是单行动吗 单行动啊,哪些 男的女的 3块54.8买啊 我看一下 这上面写的数字 对不上啊 哎呦 得,我随便找个地儿停得了 随便找个地儿停得了 好了,我下去送餐了,待会儿再聊 Hello 到下午了啊 中午不知道在忙啥 哎,也不知道自己在忙啥 反正,稀里糊涂的 中午就过去了 哎呀,随着这美妙的音乐呢 我又不太想讲话了,你知道吧 哎,怎么办啊 怎么办啊 讲一个什么话题呢 最近我发现啊 你说那个小孩子 有很多小孩子被父母带过来 上学嘛 可能是小学,中学,大学都有啊 但是我就发现啊 我就发现那个 我把音乐关了,有点吵 然后实际上说非常好听 嗯,就是说那个 嗯,就是很多小孩子送过来 然后呢,很多大人呢,也陪同过来 这可以理解嘛 是吧,小孩子未成年 你在美国是吧 不能照顾自己 肯定是要有个大人 过来陪同的,对吧 这个,可以理解啊 但是呢,我不提倡这么做啊 但是可以理解 嗯,但是还有个社会现象啊 就是,很多成年人 来这边上,上大学 以前呢,我只听说过国内的这种事啊 国内的,像有些成年人 去上大学,父母陪同 哎,我最近啊,我发现 我,我发现啊 有些,有一些啊 来美国上大学的人 也是成年人 居然也有父母陪同 哦,当然 不是,一般不是两个人啊 一般可能不是母亲 就可能是父亲啊 哎,居然也有父母来陪同 哇,我就有点 我有点纳闷啊 我说,你在国内吧 情有可原啊 国内就是一个父母 就是照顾的妥妥妥妥的一个环境 但是你来美国 你来出国了 你都出国了 是吧 你确实还是一个父母 照顾,父母包办 这一个,不是包办啊 就是父母照顾的 能照顾到大洋彼岸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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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我也是 永远超出我的想象了 这样子 我说,这个怎么,这是什么情况啊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有点 做一个成年人啊 做一个独立的成年人 我觉得这个 对我来说是 感觉,我感觉这是一种非常的 呃 乌鲁 我感觉像是一种乌鲁啊 做一个成年人 你都来美国了 你自己不敢解决这些事情吗 反正还要 父母陪同 哇,我这些东西很难理解 我快到了 我待会再聊 我刚刚送完地铁了 就讲到这个现象 我觉得我 我难以理解 我觉得做了一个 呃,独立了三四十年的人啊 我一直是很独立的 但是我很难理解这种事情 竟然,竟然漫年到海外来了 这个,我觉得你如果是未成年 我能理解 但你做一个成年人 你要独立于这个世界 因为你是要 唉 我突然很难用语言去形容这个事情了啊 以前国内有一个词叫巨婴 但是它是描述于 它是描述于一些政治概念 但是我突然发现 我真的遇到了一些这样的巨婴 我靠 成年人 二三十岁 居然 哎呀 让父母陪同 来上学 我靠 哎呀,这个我就很难去理解 这个行为到底求什么呢 你来学什么呢 是吧 你是让父母来学习的 还是让 肯定是让父母来学习的 是吧 那你子女来到 那外面来的意义是什么呢 啊 这个我 就是说我这个 学文有限啊 我实在很难理解这种行为啊 我实在很难理解这种行为啊 我觉得这个 我就但凡 是吧 你如果是要来海外的话 那都是意味着你要独立的面对 面对这个世界 你独立的面对这个世界 你要 你要 睁开眼睛看看这个世界 是怎么定位你的 是吧 比如说很多很多很多的 所谓的教育也好 所谓的这种环境也好 都告诉你啊 中国人是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世界 世界 世界上 他们怎么看不中国人呢 但实际上是不是呢 你需要走出来 你实际上的去听一听 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人 对中国人的看法 对中国人的这种 这种是什么样的实际的态度 你要走出来 而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我确实很难理解啊 我最近一段时间 我最近遇到一些这种莫名其妙的事 哎呀 我记得很早之前有国内有一些报道说 有些成年人啊 当然十八九岁二十多岁的上大学啊 父母陪同 父母要去打水 要去打饭打菜 要帮着洗衣服 还迭背的啊 这个去去帮这个 这孩子们去去去去去 这个安排生活 然后小孩子就一心学习 我在国内是有看到的 让吧 因为这个环境造成了很多这种 类似于巨婴那样的 这样的这样的现象出现 这个我能理解啊 毕竟国内的环境就那样啊 它各种极端的这种这种事都能够出现 但是我我万万没想到的是 在海外在这边也能看见这样的人事物啊 我就觉得这个 我觉得这个是大厂见识啊 叫活久见 哎呀 你不活这么久你还真见不着这东西 那问题是你出来的意义在哪呢 我都不知道了 那当然了 他们的目的很明确的话 我就来这边学习 学习什么 学习巨婴吗 哎呀很 前段时间 讲一个词 讲那个说美国人的动手能力强 我我我说过了不是动手能力强啊 是这边的人的设计 设计的这个工业产品 让基本上普通人都只要是不懒的话 都能够有这个机会去去这个动手操作一下 对吧 然后然后基本上就是如果有这样的环境的话 基本上你不懒的话 每个人都都能够自己的自己去拼拼桌子 拼拼凳子是吧 自己去堵装家具 这个这个不是懒不懒的问题了 那么我从这边应该是要往左边转啊 这样的话我就可能被后面的地浪吧 我稍微往这边偏一去 OK 对吧 这个不是懒的问题 但是我当然也有些巨婴啊 我也见过一些巨婴啊 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东西 哎呀 所以我今天就特意拿出来 咱们聊一聊啊 这个世界大观啊 哎呀 其实难以想象 有很多很多时间我都在想啊 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那么做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 很多人是我都不是特别了解的 那个我快到了啊 我们待会儿再聊吧 哎呀 要回那个Jeric上面呢 当然我还在想 我如果是一个人呢 如果你是残疾 是吧 比如说你身体某一部分出了问题 你需要一个人来陪同 这个还能够理解 能够说得过去 但我发现很多人呢 哎呀 这个四字健全 那为什么这个能宠成这个样子 这个好奇怪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 你说现在的社会问题啊 包括这些 结不了婚啊 或者生活不能自理啊 我觉得很大一部分程度啊 不能怪孩子啊 根本就不能怪孩子 这就是家长做的念 你知道吧 家长做的念你知道吧 对不对 包括男生女生 包括这些生活不能自理的 都是家长做的念 那为什么会宠 宠孩子宠成这个样子呢 是吧 对不对 你这个东西 哎呀 当然了 这可能也是一个天道轮回的一种规律啊 这个天道轮回是什么呢 比如说你第一代人 是吧 你非常落魄 是吧 你奋发图强 赚了钱了 第二代人呢 可能呢 可能自自平平 可能就只能保证你的家里的财富 第三代人呢 可能就开始 开始 就是开始捉了 各种各种捉了 是吧 不仅要把这家里面的财产都做完了 做完了等还有第四代人的话 那基本上又要开始啊 又要开始艰苦奋斗 又要开始赚钱 就是属于那种 穷到富 富到穷 穷到富到富到穷 这样的一个循环当中 但是我觉得觉得 现在这个社会吧 不管是从婚姻啊 还是生孩子啊 还是养孩子教育啊 我觉得上回我和一个朋友在那说 我说什么叫卷 我说卷就是父母对孩子期望太高了 是吧 从小就希望孩子要做这个 学这个学那个 我说 我说你期望的高 就你的期望是不是一种投资 虽然这是无形的 是吧 你要投资的话 就期望的他是有回报的 对吧 你有回报的 那万一你期望这个东西呢 是吧 小孩子长大之后 他不愿做这些东西 就愿意浪费生命 浪费时间 那怎么办呢 那你这个期望 你的投资是不是打水漂呢 是不是 哎呀这个东西就是很难 很难说 我觉得这个卷 比如说你这个时代啊 你这群人啊 你什么都不想做 这也是一种社会的病 有问题 当然你这个社会呢 你人人都要去竞争 人人都要去卷 这也是一种病啊 你不要以为就是说 每个人都要增上游 每个人都要分发投降 这个是正常现象 这个不是正常现象 你知道吧 这一点都不正常 一点都不正常 因为一个平和的社会啊 他要竞争的话 也就是要卷的话 也就是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 最多不少百分三四十去卷 剩下的人就是平平安安 能够有一份工作 能够养活一个家 就OK了 你不要这个东西 现在是什么情况 现在是人人都去卷 都去卷都去卷 是吧 那必然的有几千万人 甚至上亿人 卷不空啊 没有能力啊 他本身就自自自 就跟我似的 没有什么自自自 没什么天赋 没什么技能 都不敢去卷 你知道吗 那我们就想 找一份工作 能够养活自己 养活家庭 就完事了 对不对 然后现在大家都去卷 你不进得退啊 你要卷了 卷到最后呢 卷到最后就是 有几千万上亿人打光棍 几千万上亿人就是 没有家庭 到最后都没有工作 没有任何东西 不管是上不上价 你从一个社会 你作为一个个人也好 你作为一个组织者也好 你看这么多人 卷成这样了 没有家庭 没有这个东西 你不觉得 这个是很荒谬的事情吗 这简直就是 哎 这东西我都不想说 为什么想说呢 因为我们说说 说没用 你知道吧 你就说 就好比我们在开车似的 你看你的副驾驶 和你后排坐的这些乘客 是吧 你们吵架打架 打风嘛 都没用 因为长度的 司机在我手上 我决定要怎么开就怎么开 是吧 小老百姓 你炒饭的天 没用 不要说十万人去请院 没用 走个行事 走个行事而已 实际上还是要听司机怎么做 很多乘客待后面 你要海洋那么开 我说 你是不是要坐 你要坐什么啥 你给我下去 我不带你来 你给我带 司机才有绝对的权利 在路上 对不对 那你没上车 你可能你有些话语权 你上了车之后 是吧 以前我带过几个小孩 是吧 在车上抽大麻 当时我心是软了一下 没软一下 我当时在高速上 我就应该停下来 我说你跟我混下去 我不在意了 对不对 我有权那么做 你在我车上抽大麻 对不对 我把你丢在高速上 丢在任何一条路上 都是可以的 对不对 这就是什么意思 我就是我话语有点这个跳啊 大家能听 你们也听 你们也拉倒了 好了我等到Jeric了 我就12块6毛5 连单10点7卖 哎呀算了 不要这个 那个我就不聊了 不聊了今天到这啊 拜拜